今天来吃氧化椒 切取香蕉中部 先包开外皮 裹肉留着备用 香蕉皮切成鞭长2.5厘米的正方形 氧化5分钟 空前先取一根来自内蒙古的大葱 切成4条细丝 还有来自新疆的小葱 把小葱切成9块 鞭长0.5厘米的正方形 好了来处理氧化后的香蕉皮 给香蕉皮搓4个洞 这下知道为啥要先氧化了吧 接着把大葱丝穿过小洞 大葱丝从第一块穿过 再穿进第二块 再第二块上穿另外一个洞 再反向从第二块穿回第一块 最后给它打一个结 哦 不最好是打两个 然后剪掉多余的葱丝 每块依次同样流程操作 耗时7200秒 终于把四块连接在一起 按照惯例 备用的香蕉果肉捣碎 又到奢侈又优雅的时刻了 把绑好的四块香蕉皮 放在另外一块上 涂一层香蕉泥 然后再铺上一层香葱 其实香蕉跟香葱是绝配 化重点要烤 最后再注入三毫升 来自新西兰的牛奶 好了宝子们 请与我一起享用吧 马可可 马可可 中文字幕——YK